狗狗难免会犯错 这是我们不反对惩罚 而且赞成在狗狗有不良行为 是予以适当惩罚 所谓的正向训练不是万能的 虽然非常适合用于教狗狗新技能 但无助于改善不良行为 当狼妈妈嫌小狼烦的时候 先是呲牙警告 接着扭头就是一口 有经验的狗妈妈在调教不顺行的幼犬时 会直接将其掀翻在地 它们可不会进行什么正向训练 惩罚的目的不是让狗疼 而是让狗害怕 进而减少不良行为的发生 而打狗就是一种必大于利的惩罚方式 很多家长在用爱心打狗棒的时候 会直接打在狗狗身上 但这不是爱心打狗棒正确的打开方式 大家可以试试穿上毛衣 再用爱心打狗棒使劲抽自己 看看到底疼不疼 过来人告诉大家真的不怎么疼 而狗对疼痛更不敏感 所以打在狗狗身上基本就像挠痒痒一样 核武器最有威慑力的时候永远是发射前 同样棍子对狗最有威慑力的时候 也是打在身上之前 下面我们就来演示一下如何用爱心打狗棒 让烤地瓜不翻垃圾桶 很多狗对噪音比较敏感 加6爱心打狗棒的家长可以试一试 如果没有换成拖鞋也可以